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篇预言奇文,可与大名鼎鼎的史上最强预言推背图齐名。 他预言了明朝以及之后一千年发生的事,许多都得到了印证,比如朱棣靖难之意,还有满清路关取代明朝,但他同时还说大明会有六百年国作。 究竟是预言有误,还是明朝本来就该有六百年国运? 这个预言的出处是朱元璋的第一谋士刘伯温。 此人以神机妙算出名,为朱元璋建国立下了汉马功劳。 朱元璋这人喜欢搞己有,比如李善长,老朱就称他为我的萧和,蓝玉呢就是他的魏亲,刘伯温则被朱元璋称作他的诸葛亮。 同时,民间也有三分天下诸葛亮,一统江山刘伯温的说法。 传说中的刘伯温,挥手便可斩断龙脉,不仅通晓古今,甚至可以预知未来, 而他留下的很多预言,尤其是奇书《烧饼歌》更是广为流传。 为何叫做《烧饼歌》呢? 公元1368年,有一天早晨,朱元璋在店内吃烧饼,刚咬了一口,就听见刘伯温觐见。 朱元璋便和他的谋士开了个玩笑,他拿起旁边的碗,把烧饼扣在下面,心想都说刘伯温神经妙算,前之五百年,后之五百年,今天看看他能不能猜得出碗下面是什么。 刘伯温见到朱元璋行碗里,朱元璋打着哈哈,擦了一下嘴,然后指着倒扣的碗,对刘伯温说,先生是名术里,有未卜先知的能力,那知不知道碗里扣的是什么东西呢? 刘伯温略意撕存,闭眼掐指一算,然后慢慢睁开,双眼达到,半四日西半四月,曾被金龙咬一缺,满身浸沾黄金粒,不是烧饼是什么。 朱元璋大喜道,先生真神人也,先生能够洞察秋毫,前之五百年,后之五百年,那你给预测一下我们朱家后世天下的未来吧。 后面朱元璋和刘伯温的对答,就被记录下来,因为是由一个烧饼而起,因此起名烧饼阁。 刘伯温在烧饼阁里做了很多预言,几乎都精准地发声了,比如他说燕子飞入京址的就是燕王朱的将篡夺皇位。 而紧跟着说的遗愿江山永乐平则指朱棣当上皇帝后,将改国号为永乐。 秃顶人来闻墨苑,英雄一半进还乡是暗示什么呢? 原来协助燕王朱棣发动政变的,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僧人,名叫姚广孝,也就是刘伯温预言中的秃顶人了。 刘伯温不仅预言了大明的故事,还预言了后世的许多事情。 他甚至预言了蒋介石会在南京拆除一座塔,广为流传的金灵塔碑文说的就是这件事。 话说1918年蒋介石进入南京时,城内常常会有奇怪的声音传出,全城的居民都难以入眠。 而蒋介石出于好奇心,翻遍了整座南京城,发现这个声音可能是由金灵塔传出的,于是他下令把金灵塔拆掉,想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。 随着金灵塔的拆除,一块碑文默默地出现在大家的眼前,看清上面的文字后,所有人都震惊了。 这个碑文就是震惊所有人的金灵塔碑文,那么碑文中到底写的是什么? 上面说的是金灵塔,刘姬剑,介石拆,拆了金灵塔,居民自己拆。 意思是,金灵塔是刘伯温建造的,蒋介石会将它拆除,当金灵塔被拆掉之后,全国便会陷入内战之中。 句句都与后来的现实温和,那么,关于大明朝的国运,及大明王朝能够绵延多少年,这一敏感议题,刘伯温又是怎么回答的呢? 他并未回避这个敏感问题,而是坦然直言,运至六百半,梦其有字的心经。 朱元璋听后深感欣慰,说道,有六百年之国作,朕心已足矣。 但朱元璋真的得偿所愿了吗? 明朝自1368年朱元璋登基建国,至1644年崇祯帝自已身亡,其国运实际上不是不足六百年,而是不足三百年,便匆匆落幕。 究竟是什么原因,导致了明朝国作只有不到三百年呢? 朱棣靠兵殿篓位登基,成就一代永乐大帝,但是他虽然给明朝创造了永乐盛世,却带来一样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,那就是寿命。 明朝共有十六位皇帝,但除了朱元璋,朱棣超过六十岁,其他均不长寿。 十六位皇帝有多达十位,活不过四十岁,就算古人寿命大多不长,如此短命也实书少见。 像朱棣的儿子朱高赤就体弱多病,孙子朱棣基尽管能文能武,看起来身体应该不错,却三十六岁就英年早逝。 而朱棣基的儿子景太帝朱祁玉,不仅生下的儿子全部夭折,他自己更是二十九岁就病死了。 正德皇帝朱后赵也是,生不出子嗣,三十几岁的年纪就英年早逝。 奇怪的是,同样是朱家子孙,太祖一系的其他藩王却大多很长寿。 亲王、郡王活到七八十岁的很常见,有的甚至生育上百个儿子,可见明朝皇室并非天生身体不好。 毕竟他们的祖宗朱元璋就是精力充沛的非凡之人,不仅每天面对高压繁重的政务工作,还一共生下二十六个儿子和十六个女儿,身体不可谓不好。 他的儿子朱棣的身体也不算差,也活到了六十多岁,但朱棣的子孙却短命的短命,断子绝孙的断子绝孙。 要知道,当时明清官员超过六七十岁的,一抓就是一大把,明朝内阁官员入阁的时候,基本在五十岁以上,首府经常年过七十。 清朝前期,除了顺治因天花去世,其他皇帝大多叫长寿,为什么偏偏明朝皇帝早死? 科学一点的分析是,这可能与朱棣一脉的子孙有遗传病导致的,而且这遗传病可能不是来自朱棣,而是朱棣的徐皇后。 因为朱棣本人的健康状况还算正常,活过了六十大寿,而徐皇后所生的长子朱高赤和三儿子朱高岁都只活到四十八岁,至于二儿子朱高旭因为造反,被侄子做成了烤肉,早早就死于非命了。 而玄学一点的分析是,朱棣入主京城毕竟是造反篡位来的,四年战争更是生灵涂炭,勇伤天和。 然而天道有眼,因果轮回报应不爽,所以这报应都落在了子孙头上。 总之,朱棣的后世子孙普遍都寿命不长,而且颇具黑色幽默感的是,越是明君死得越快,越是昏君,反而活得越久。 真应了一句话,好人不长命,祸害一千年,比如开创了仁宣之治的朱高赤,朱瞻基父子。 朱高赤在位十个月,朱瞻基仅活到三十六岁,但大明国力在他们手里来到顶峰。 而朱瞻基撒手人还后,皇位交到年幼的继承人朱祁镇手中,这小子并不是快治国的好材料,大明交到他手里,差点因为土木宝之变,一战亡国。 好在后来出了个力挽狂澜的锦态帝朱祁玉,携手文臣于谦等救世之臣,才把明朝从生死存亡的重镇监护室里抢救了出来。 然而,这位明代宗朱祁玉也是个英年早逝的主,不仅早逝,好不容易生出的一个儿子也夭折了,可能生育能力也有问题。 随后即位的承华帝朱建深,那是一个离亭扫学,差点把女真族打灭族的狠角色,除了喜欢一个比自己大十七岁的姐姐, 搞姐弟恋外,称得上是一个没啥黑料的好皇帝,但是他也面临早逝加段子绝孙的双重困境。 明军各个早逝,那些昏君反而长寿得多,比如任用奸臣严嵩,只顾着自己修道的嘉禁皇帝, 哪怕每天吃重金属药丸,也活过了六十大寿,而国家在他治理下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了, 国家财政穷得叮当响,普通百姓吃不起饭,奸臣贪官,倒是个个吃得满嘴流油。 清官海瑞,依而怒斥嘉禁是严嘉禁者,家家接近无才用也。 而嘉禁的孙子万历皇帝更过分,嘉禁好歹偶尔也过问一下事物,主持科举,任命官员一类的是,嘉禁也不会缺席。 万历皇帝朱义军就真的什么都不干了,然而这个一心百烂躺平的皇帝,且成为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,光在位就有四十八年,活到了五十七岁。 历史的黑色幽默,有时真令人啼笑皆非,试问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,凡能干事的都被老天收了,不干事的反而长久把持朝政,这国家的国运还能长久吗? 有人说,刘伯温那个明朝国座运至六百半的预言,其实没错,只是朱元璋误解了他的意思。 要说咱们老朱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,看不懂闻人遮遮掩掩的说话方式。 比如,朱元璋还问过刘伯温,天下的是会怎么样,我朱家的天下能够长久吗? 刘伯温回答说,我皇万子万孙,何须问哉。 朱元璋听完后很开心,以为朱家的江山能传子孙万代,但仔细分析发现,刘伯温的意思是,明朝灭亡于万历皇帝的子孙,万历皇帝的孙子是崇祯皇帝,大明也正好是亡于崇祯之首。 试问这样的话,如果直白地说出来了,以老朱那抱脾气,听了这话,还不当场处死刘伯温。 唯一的可能就是,老朱没听懂,国运600年的预言也是如此。 刘伯温原话是运至600半,可以理解为600年的一半。 而明朝国座276年,算上南明历史18年,这就将近300年了,也就符合了刘伯温的预言。